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若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就要善用这个季节 其实盛产的各种根筋类 是的 今天要用的是网友爱恨分明的芋头 是的 芋头有些人爱者很爱 恨者很恨 可是芋头它本身淀粉值也是都蛮高的 可是我们加上一些蔬菜 它就可以把它降下来 重点 我们在处理芋头的时候 会遇到一个麻烦 就是它很难受 而且它很重很胖 有些播妈妈要把它去皮 前次作业都很麻烦 大部分你挑芋头的话 一定要挑中量 还有看这旁边 如果这旁边的纤维 它是很粗的话 它本身就比较老 如果很细的话 爱你摸 它有一点粉状 所以要摸 要摸看看 如果摸起来 对 摸起来有一点点 要细一点 对 要细一点 像这个细一点就很好 然后还有一个 就摸的时候 它粉 很粉 它就是很好的芋头 所以我们在挑芋头的时候 重量一定要重 可是我们有分好几个地方 就是大甲跟架鲜 那个都很好 然后我们现在 首先我们要用蔬菜 去熬高汤 好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这个健康好料理 准备的食材 根筋类是芋头 然后这个是萝卜切片吗 萝卜切片 跟红萝卜切片 我觉得冬天 很多蔬菜盛产 而且冬天好像温度低的时候 它反而这个食材特别地甜美 对 所以我们现在拌炒洋葱 要下去萝卜切片 对 半颗的洋葱 我们先下来 然后红萝卜切片 好 然后还有白萝卜也切片 然后第一个用油 稍微把它炒一下 好 然后这个最特别就是 我们吃蔬菜健康永远存在 为什么你知道吗 蔬菜的汤头都是熬出来的 可是我们在一般餐厅里面 都是熬高汤 高汤都是用肉类 可是其实在家里 你熬蔬菜高汤是非常好的 你就先把洋葱炒香了之后 再把根筋类的 红萝卜跟白萝卜 就一起下去炒 而且我觉得根筋类 很多食材也都是越煮越甜 对 尤其这个季节吃什么 红萝卜跟白萝卜是最好吃的 我们在炒的时候 你要记得一定要有油 蔬菜如果没油的话 你炒起来就不好吃了 然后第一个我们炒好之后 我们就烧一个热水 这个热水我们就是要把它冲进来 让它有一个快速的熟成 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这是教大家一个技巧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在熬的速度 就会比较快 因为有些人烧白萝卜 有的时候没耐性 但是它切薄片也会熟比较快 对 所以你要煎过的时候 它熟又更快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要处理什么 我们的芋头 好 我们今天的芋头也是切薄片 对 就是说根筋类有些要烧很久 你可能切快的话 你就要慢慢炖慢慢煮 对 但是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 切片是一个选择 对 一般芋头如果切3公分到4公分 你再熬煮的话25分钟 OK 像这个薄片的话 差不多5分钟就可以完成 那我们要用一点点的油下 好 把它煎香 然后就是把它煎香 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它在烹调的时候 速度就会比较快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搭配的食材 煎香芋头的同时 师傅准备了一点海鲜 这个中卷蝦仁 然后准备了一点点五花肉 把它切成小肉丝 对 然后我们加上一点点的香菌 好 那我们在煎这个芋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个小细节 就是油一定要放差不多两大匙下去 OK 然后在煎的时候 每个芋头一定要让它煎到 那你在煎的时候它的熟成会比一般的快 差不多5到6分钟 然后我在这边又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当你煎过的芋头拿去冰箱冰隔天 煎的时候时间又更快 因为它会有一个我们讲的冰体 然后只会把那个淀粉籽把它撑开 有点冰筋反应 对 它会更快速的软化 所以假设你要吃火锅 你是芋头控 热爱芋头的 对 你可以一次煎一批 不用全熟嘛 你只是表皮让它煎香而已 煎香就可以了 对 然后放两个之后 放冰箱在冷藏才能冷冻 冷冻 冷冻 好 然后你就放着 然后你把它分装处理好 一包一包 你是处理一小份 是的 拿它这样子 不然像这么一大颗芋头 小家庭有的时候买起来压力挺大的 对 这个你如果在家 这个不容易一餐吃得完 不容易 差不多要三四餐才可以吃得完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作业 就是把它分装 然后你分个一个礼拜三四天 其实就会比较刚好 没错 然后这一次做的话 你就是做一两颗 然后把它煎起来 因为煎的时间要很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没有煎到的 就是有一点白白 有煎过的时候 它就已经半熟了 有没有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然后这时候就很简单的 我们就把这个稍微慢慢地给它煎 然后这时候我们的五花肉 就要下来了 好 五花肉要先稍微把它炒一下 让这个蛋白质 出一点油脂 对 让它一点点油脂出来 好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很快速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炖锅 来 这个 就马上变成透明了 所以它这个速度非常快 所有的红萝卜素 有没有看到 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继续让它炖 所以冬天如果你喜欢炖菜炖锅的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基地 对 没错 只是你上面要搭海鲜肉类 都可以再喜欢搭 对 其实一般我们大部分都会吃白饭 白面 不用 你就这样子一餐就够了 对 就是如果你那一餐的料理 有比方说芋头 马铃薯 地瓜 这一类的根莖类 你就把它当作淀粉吃了 没错 那你就白米饭要少量了 对 然后这个在炒的时候 它腌整地上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香菇一样让它爆香 然后加上一点点干香米 它会比较香 这个要先把它炒香 这个焗香 对 你刚刚那三个是阿嬷的焗香三宝 就是肉丝 香菇跟虾米 对 你可以煎一点点的 像现在的乌鱼 煎好之后一起下去煮也很好吃 对 对 这个季节很多人也是做乌鱼来会菜 对 没错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煎过之后 它的整个香气 现在已经差不多已经半熟了 好 来 这时候把它倒过来 好 我们进来 我们的炖锅 对 就继续让它炖 好 这个时候这个油脂不要丢掉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中卷 好 这个中卷完全都没有经过 就是我们讲的把外面的把它去掉 就是切一切圆圈状就可以了 这个 若师傅这一锅炖菜也炖好了 对 来 看一下 很香 这完全都是酥在一个汤头 这个时候我们就加上一点点的酱油 好 我们调味 简单的酱油 对 然后一点点的蚝油 简单的蚝油 对 然后稍多一小时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时候一点点综合的味道 好 糖一点点就可以了 冬天有的时候这样的热腾腾 带一点汤菜的炖菜 我就很受欢迎 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把煎好的海鲜 好 把它放上去 然后这很简单的米酒 好 多亮的米酒 起锅的时候像这种炖菜加蒜苗 对 当季的蒜苗 蒜苗也是冬天比较盛产 对对对对 它也是冬天的一个盛品 对对对 那我们就来上菜 这道菜真的让人非常惊艳 因为它的调味其实很简单 就是酱油啊 然后蚝油跟糖跟酒 可是因为它用大量的蔬菜 熬出了各种蔬菜 像白萝卜 红萝卜的甜味 然后再加上芋头 吃起来是松松软软 再加上海鲜的一个鲜 所以它是甜鲜的味道 综合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快速 而且有健康的一个美味料理 那我们今天讲到就是 跟精类这个部分 那我之前有一个病人的案例 她是一个46岁的女生 她在34岁的时候 因为她有子宫肌瘤的问题 她子宫里面有三四颗肌瘤 已经长到7公分了 所以她那时候就开了一个 副腔镜的手术 把肌瘤清干